帶了兩銅共裝了十公升的柴油 跑到了台中人潮眾多的 青梅成品商場 意圖要用搭貨機引燃 警方調查王興嫌犯今年24歲 前陣子工作時 與同事相處不愉快 後來又求職不順 17號因為和家人發生爭執 疑似是心情不好 跑到百貨商場意圖縱火 觸犯到公共危險遭遺授法辦 犯案當下王興男子情緒不穩 在地板上潑灑汽油 還一度亮出打火機嚇壞眾人 警方現場將他逮捕 雙手雙腳被上銬 扣下不少證物 表示近期職場工作不順遂 何立指有經濟壓力 現場查獲十公升漆油桶兩口 打火機兩個黑色背包一個等證物 臺中檢方認為24歲王興男子 涉案重大且有反覆犯罪的疑慮 當時嫌犯所處的位置旁邊都是依然物 還有群眾圍觀 幸好在他點火之前已遭警方 及時壓制控制住行動 才沒亮出其他受傷須經一場 三地新聞王子瑜 林佩萱台中採訪報導 還要一個永遠的 做中聖的讀書 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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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詞